速前来 我俩是演的伪装者 里面的两个兄弟 我是风声里边的 那个顾小梦 我是演的是风声里的 李凌玉 李凌玉 从我这角度 看贾凌 越看越像那个戴玉强 我们这三大男高一 王牌情报站长 与化身精英情报站长的 杨颖周一维 王立坤 沙翼 组分会合 谁是间谍 现场揭晓 各位啊各位 今天都是大家第一次见面 因为平时呢 都是单线联络 所以彼此都非常非常的不熟悉 你们都是有各自的身份的 马上上台了 赶紧来口帮他来 贾凌你演的是刁德衣 戴玉强 像不像戴玉强老师 我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情报四站的沈站长 情报三站的假站长 情报一站的小站长 小站长 为什么到我这就是小站长 不是 是站小还是人小 接下来是情报二站 情报五站 情报八站 七站 九站 六站的站长 各位 今天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有一个密密且重要的任务 你们的上级联络员老鬼 几天前被人暗杀了 什么 杀害老鬼的凶手就在你们中间 你们九人当中有两个是间谍 一个叫黑龙 一个叫白鸽 老鬼一直派代号夜英的特工 暗中追查 夜英是唯一知道两名间谍身份的人 夜英要想方设法地引导大家找出间谍 还要隐藏好自己 不要暴露 两个间谍 一个夜英 夜英是好人 但是老鬼的死 让组织上无法确认 你们当中谁才是真正的夜英 所以这次 上级决定搞一次联合演习 希望从中可以找出两个间谍 手里面有一些重要的线索 一会儿会跟大家来分享 获胜的队伍有权选择 其中一个间谍的线索打开 全部比拼结束 进行最终指认的环节 如果成功检举了两名间谍 我们的演习就算成功了 只要有一名间谍没被检举 那么夜英就可能面临被杀害的威胁 卑鄙和腾哥 他俩 我是一个好人 哦 难道是此地无影 我是一个好人 他为什么反复地强调这句话 究竟谁是间谍 谁是夜英 什么意思啊这是 这一期王牌对王牌 你的身份是间谍 你的代号是白鸽 你还有一个同伴 说 石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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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被水没了 我觉得我造型都摆不动了 我跟你一会儿咱俩咋赢啊 兄弟上阵必必啊 好在我从来不在乎 让我真的那么透就走 看一下你的手机 这上面有你的代号 黑龙 两位间谍 这次你们的对手代号叶英 他知道你们的真实身份 你们随时有会暴露的风险 那我们俩只能 干掉你 每一轮游戏中 你们都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 完成专属的暗线接头任务 就可以偷走其中一条身份线索 第一轮你们的暗线接头任务是 两人勾肩搭背 哦 明确了吗 明确了 如果你们成功潜伏到最后 没被检举出来 将获得反杀叶英的机会 好 祝二位成功 放心 我们一定会成功 黑龙 白哥 能否被众人识破